我自己是玩太刀的啦 我覺得太刀砍倒隊友是太刀的弱點 我說實話我對太刀的癮結是這個樣子 而且 其實我不會特別推太刀打弱點 為什麼 這個思維跟大家想法是不太一樣的 為什麼我會說我不會推太刀特別要追弱點 這個講完我們就睡了 主要是因為 你今天不能否認的一件事情在於說 所有武器裡面最容易干擾隊友的武器是什麼 一定是太刀 真的 一定是太刀 我們不要講干擾幅度我們講干擾頻率 一直把容易砍倒 最容易砍倒隊友的武器就是太刀 那你想一下喔 假設今天你四個隊友 包含你一隊四個成員都是進戰好了 你四個進戰 萬一其他三個隊友沒有body 你們四個人去砍頭 就是你一個人再去干擾其他三個人 是不是 那想想看如果今天你不打弱點 我說弱點是指揍指弱點喔 你可以去打其他 對隊友隊伍有幫助的地方 那是不是你可以讓他們三個人好好輸出 如果太刀堅持什麼地方都要追弱點 等於是你要犧牲三個隊友的輸出成就你一個人砍就說 我講句現實的真的是這個樣子 我玩太刀玩了十年 我真的 真的要這樣跟你們講 那 基本上魔物獵人這個遊戲啊 弱點主要分兩種定 分兩種定義 一種就是大家知道的肉質弱點 阿根正應該說三種才對 一種是大家說的肉質弱點 這是最普遍的弱點 第二個是能夠有效對他造成失衡的地方 這是第二個弱點 例如說 有些怪你打腳 好比說你火龍打腳 雖然說打得沒有特別痛 但是其實傷害也還OK還過得去 最重要的是他會倒 這是第二種弱點 第三種弱點 是戰術弱點 戰術弱點就是指 基本上這隻怪他打你的地方他一定有些地方是死角 好比說 恐暴的後腳 的腳後面的後腳跟你貼超級他沒有什麼招打到 這是他的戰術弱點 魔物獵人這個遊戲他有分這三種弱點 你真的派刀不需要刻意去追肉質弱點打 派刀要對隊伍有幫助你可以追其他兩個地方打 真的 你想一下 雖然說恐暴的腳 沒有說特別特別軟 但是 你如果不去追弱點 你去追弱點 你花時間去追弱點你可能只能砍一刀 你站在安全的地方打你可能可以打到三刀 我就不相信你打腳打三刀比不上砍胸口一刀 不可能嗎是不是 不對 大概是這樣子啦 玩泰刀十年的心得一點點小分享 跟各位想玩泰刀的朋友說泰刀真的不用對肉脖子肉 除非你是熟龍 或者是你隊友都是遠程 以不干擾為前 以不干擾隊友為前提 我覺得泰刀可以打肉質弱點 那如果你會干擾到隊友的話 可以換很多地方打 感謝大家 就是分享一些小信者 你沒有必要去犧牲三個隊友的輸出 去成就你一個人打得爽 這件事情很奇怪 不覺得嗎 魔物聯這個遊戲就是大家玩得開心 連線連得舒服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看我寫的武器配置文 全部都是以讓隊友玩得舒服為前提 好謝謝大家 看到這邊 我們明天 應該就會繼續啦 不敢保證 畢竟還是要看網路會不會抽 好謝謝大家陪我玩 晚安